魔术教学 在我口袋里边呢 有一个纸团 好 把这个纸团呢 丢过来之后呢 消失不见 它又回到我的口袋里边 然后呢 把它拿出来之后呢 它会瞬间变成两颗 然后呢 再拿回来又变成三颗 第一颗丢过来 第二颗也丢过来 第三颗呢 直接放到我的口袋里边 那你会发现呢 所有的纸团呢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好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马上教学 其实这个魔术呢 我们需要准备 三个纸团 然后呢 其中两个纸团呢 放在口袋里边 留一颗在外面 然后把这个纸团的 假装都过来 其实并没有做 消失不见的 它会跑到口袋里边 然后呢 我们要把口袋里边的 另外两个纸团 在一起拿过 三个纸团都拿过 然后呢 留一颗在手上 然后把它拿过来之后呢 其实呢 手里面的这颗并没有做 我们只是把这两颗 其中的一颗 拿了出来 然后呢 把它变成两颗 然后交叉的时候呢 把这颗放在桌子上 也会变成三颗 好 第一颗 假装都过来 并没有做 好 第二颗 假装都过来 也没有做 好 第三颗 放在口袋里边 三颗呢 全部都放在口袋里边 所以说呢 股团就可以消失不见了 你学会了吗 刷到新歌 点关注 每天教你 变成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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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